Hello,大家好,我是短腿 今天一边化妆一边看叽叽的视频 看到了这一期 我,我停下了手中的化妆刷 好的,决定了 今天去吃炸猪排 说起炸猪排呢 这家应该是大家都比较熟知的老店了 炸猪排在日本是很常见的一种大众美食 因为谐音胜利 所以一般在比赛前或者考试前 在或者比较重要的事件之前 都会去吃一碗猪排饭 给自己加加油,打打气 他们家的炸猪排 理计就是纯瘦肉 背脊有一些些的肥 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择 不同的套餐里有不同的炸物 还有荤素结合的 我选的是海鲜套餐 长腿选的是背脊猪排火锅饭 奶奶选的是炸鸡块咖喱饭 还单加了一份萝卜泥 如果不太能吃油腻的话 或者想常见建议点这个48元的套餐 因为米饭卷心菜味增汤都是可续的 不用担心会吃不饱 环境简洁明了干干净净的 看起来就很舒服 等待的时间出来拍了一下展示墙 在外面的模型除了色差什么的 基本上和吃的东西无差别 说起来 他们家的咖喱可能是店里唯一有点辣味的 当然对于本地人来说 可以忽略不计 所以这家店的评价一直分歧 还是比较明显的 我点的这份海鲜拼盘里面有 雪鱼 大虾 鱿鱼和三文鱼 海鲜的话呢 会配一份塔塔酱 但我更喜欢他们家的猪排酱 和米饭简直不要太配 有多少人和我一样是冲着他们家的卷心菜 味噌汤 还有米饭来的 记得刚来成都那会儿吃不惯这边的大米 去哪家都觉得 哎呀 菜好吃 但是米不大行 直到碰见这家 油汪汪的 热气中就夹杂着米香 煮得刚好 软硬失踪 终于有了家里米饭的味道 看似简单的炸猪排 想要做的好吃并不容易 面衣是至关重要的 日式炸猪排的精髓就是 看似炸 其实是蒸 高温让面糊里的水分冲向内部的食材 并利用这个高温产生的蒸气去蒸熟它 这就是我们吃的它虽然是炸物 但是却鲜嫩多汁的原因 当然 第一口是要蘸一下塔塔酱的 面衣香酥轻薄 还没怎么咀嚼 就像融化了一样 我最喜欢的吃法是蘸上猪排酱 放上加了酱油的萝卜泥 酱汁浓郁咸甜又鲜味十足 迫不及待的和米饭一起一口吃下 再喝上一口热乎乎的汤 真的是好满子了 很喜欢他们家配的小菜 爽口的味道让略显油腻的炸物也轻快了起来 海鲜拼盘里的所有炸物 都不会有很重的腥味 更多的是海鲜的鲜甜味 不过如果一点腥都吃不了的小伙伴 那就点招牌的炸猪排吧 火锅猪排饭的酱汁味道会更重些 也是那种咸甜的味道 鸡蛋变得爽滑细嫩 大量的洋葱增加了蔬菜自有的那种甜味 甜得刚刚好 刚还酥脆的面衣 这会儿就吸饱了汤汁 香酥变为醇厚 扎扎实实的一口吃下 一点都不会腻 十分的下饭 咕嘟咕嘟的看着就讨喜 不知道大家第一次学做饭学的是什么呢 我学的是西红柿炒鸡蛋 而日本人的厨艺启蒙 基本上是从咖喱开始的 可见日本人对咖喱的喜爱程度 日式咖喱一般不会太辣 添加了果泥甜味会重些 奶油的加入让整体的风味更加柔和 吃起来舒服没有负担的那种感觉 这家的咖喱质地粘稠的刚好 可以很好的包裹住饭粒 微微清爽的辣刺激舌尖 搭配蒜香多汁的鸡块 略显重口的组合 却适合老年人稍显退化的味觉 小时候第一次吃咖喱饭 是奶奶带着在前门的一家面爱面 第一次的尝试就爱上了 这种复杂又多变的味道 看着奶奶吃的这么香 我都想吃一口了 那就换一下吧 一开始推对我手 我还以为不让我换 结果是让我家那块大的 真是个可爱的老太太 外面干香 里面鲜嫩又多汁 大蒜味明显 咸度刚好适合配饭 大月城楼下的那家 季光香香鸡同款味道 不过出品要比那个好很多了 太喜欢他们家的卷心菜了 在家里好难做出同款呀 看来我需要买一个更细的茶子了 又是吃的满满足足的一餐 最开心的事就是 有能力陪伴家人 以及我们一起去发现更多的好吃的 这也是短吐感谢您的观看 喜欢的话不妨点个赞 投个笔 加个关注 以及尝回来看看 那我们下一次再见